以前是华为出保时捷版 现在可能是保时捷出华为版了 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的消息 大众汽车正在跟华为谈判合作研发车系统 如果谈判顺利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就能看到 装有鸿蒙智能座舱的大众汽车了 前几天大众开年度股东大会 还表示为了对抗中国厂商和特斯拉 计划在中国会建立研发中心 将电动车的开发速度加快30% 如今看来这何止是提升了30% 简直就是准备一步到位 从纯商业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次大众有瞌睡 华为有枕头的双赢的声音 一方面大众集团是千好万好 唯独软件好不了 自从参加完上海的车展 整对了自家的软件部门之后 大众对于智能驾驶系统 已经确立了造不如买的入线方针 但是有这技术的基本都是竞争对手 那大众总能去用比亚迪多软件吧 而另一方面 华为先不说这车造的怎么样 在每年百亿的研发投入之下 问界座舱将红红系统和多瓶协同等功能 是搬上车机 已经被公认为行业的第一梯队的产品 而且自从华为三月重申不造车的决定之后 也迫切需要跟大型车企合作 从而将自己的技术来变现 但是无论商业上如何天衣无缝 从业内角度来讲 大众集团仍然可以说是做出了一个违背组组的决定 因为对于车企而言 软件系统简直就是自家的命根子 绝对不能假手于人 实际上国内厂商被问到 是否跟华为合作的时候就公开表示了 这样华为就会变成灵魂 而车企呢就变成了屈窍 因此是非常不能接受的 而大众集团作为年营收了两万多亿 研发经费千亿的世界第一车企 旗下多款豪车品牌 销售渠道呢广播世界各国 还能够毅然决然将软件开发重心转向中国 甚至准备跟华为合作 可以说非常有格局了 不过呢没有格局也不行啊 因为大众确实是来到了生死存忘的关键时刻 好了谢谢大家关注我们一个大道理